《非法進口新冠口服藥》 由今年1月初開始 香港海關留意到 非法進口新冠口服藥的案件 有上升的趨勢 於是我們立即展開 針對走私新冠口服藥的特別執法行動 今天我會和大家總結 這個行動的執法成效 由2023年1月至今 香港海關一共倒破 33宗懷疑走私新冠口服藥物的案件 檢獲約25萬7千粒的新冠口服藥物 估計市值超過1500萬元 並拘捕20人 而所檢獲的藥物主要是來自 印度、孟加拉、荷蘭、泰國 和其他歐洲的國家 公司西管晴山 珍貴 滑 街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